今天4點半林鄭又再擠一些東西出來 她那支宇宙級大小的牙膏 我都不知道知道什麼時候 當然有很多東西我們是見到很多漏洞 譬如說她今天又再次不停地搬一些專家出來 聲稱她做的措施是很適合、很適時 和很配合疫情 但如果說其中一位專家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就是袁國勇教授 我們特意翻查一下 年初二的時候已經說是不介意封關的 然後到年初五就簡直說 都是說到封關和關鍵的14天 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年初幾 都不要說年初幾 今天是初十二了 我們快要元宵佳節 講的差了十天的東西 你今天跟我說聽專家的建議 到現在還要在爭拗是不是封關等等 這些字眼上面 跟反送中的時候簡直完全一模一樣 這次真的死了 就是有人死了 昨天已經有人命的犧牲 但到現在我們見不到措施有什麼大幅度的改變 我相信今天有很多同事會在這裏講 另外我要講我今天有一個觀察的 就是我今天大概兩點多鐘 就是經過這個政府總部附近 旁邊連接去海庫的那條天橋那裏 那個轉彎位就是連接去這個天馬公園 我見到一行大概四至五個公務員 是有秘書長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員 他們是沒有戴口罩的 我不知道不是因為聽到林鄭的說法 究竟其實大家不要忘記那個地方都是人多的 公務員雖然說現在是要在家裡工作 但是有很多都回來了 而且也有些人繼續上班的 所以其實這樣的狀況我覺得非常不理想 林鄭自己講到一獲竹 究竟見到別人戴了就叫別人戴 那你這些簡直是離譜了 如果你作為僱主的話 當然她不是僱主 但是她也有責任保障一些公務員的健康 那會不會是因為他們已經受到一些 好像上頭的壓力 令到他們不敢戴口罩一層壓一層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之不健康 也是沒有道德的 那所以這件事我覺得 林鄭昨天的所謂澄清 或者今天再澄清 是絕對不足夠的 因為在講的 不單止影響她自己本身個人 影響家人 還有有機會影響社區的 那我接下來交給郭醫生講 首先因為… 好 羅法國醫生 謝謝 我是聽到林鄭的說法 我是極之失望 是極之極之失望 我們在講這一刻 香港已經有21個確診的病人 有一個過了身 在瑪嘉烈醫院 她的常限去接收這些確診的病人 是20個 即是由這一刻開始 任何再新增的確診的個案 就會首先去回七間 七個聯網的龍頭醫院 大家都知道 很多不同聯網 除了瑪嘉烈之外的其他醫院 是沒有足夠的設備 去應付大量的 需要隔離的病人 而所有這些醫院裡面 是住了過千的其他的病人 只要一個情況出現 在院內 由於個措施設備都未必是完美的話 就會有真正的院外爆發 而院內的爆發 是在講 影響了千幾個 每一間醫院過千的病人 她是原本不應該受損的 這是第一 第二 林鄭講出是一個極之不負責任的做法 她錯了不去封關 她到死都不會講這個字 因為她錯了她不會認 是一個極之高傲的行為 她現在講的是 她是將香港所有在大陸來的人 無論她在香港或者國內人 是要強制隔離14人 當問她我們有甚麼措施去做隔離的時候 她是沒有回答的 不如我跟大家講 我們手上有些甚麼 我們現在兩個正在用的隔離營 97間房 現在麥理號正在改裝將會有100間房 用了翠亞山房 翠亞山房是背離市民的意願 六十多間房 那97間房已經有70個用了 即是說現在香港 即刻可以用的 是只有21間房 24間房 是不夠30間 還有100間和翠亞是未有的 怎會有人不負責任 開大道門 然後將來的人可以來 現在有兩個很大的風險 第一 8日才執行 明日後日怎樣 明日後日排山倒海的內地人來 不用隔離的 全港都散了 好了 2月8日之後 我是國內人 我覺得香港醫療都不錯 食粒退銷 可能我家裏有一個人中了招 我食粒退銷 買一張車票來香港 我翌日起銷 我就是要你隔離我 我最好醫治到我好為止 最諷刺就是 今天我們的醫護人員 哭了 告訴林鄭我們沒有能力 而她現在做一件事 就找所有的醫護人員 和香港人去搗一招大勢 別人問她 你可以給我們一個數 我們有多少人需要隔離 林鄭的說法就是 我斷估她都不會來 我要隔離她14天 我斷估她不來 為什麼有人做特首 是斷股沒有辛苦的 如果你認為 是我們要停的 那些是一些風險的 為什麼你不是乾脆做一個封關 這個是唯一 全世界都會做封關 我們說的封關是封一些內地遊客 至於她說要本地的居民 在大陸回來 她要做隔離 其實是做不到強制的 剛才我講了 只有加加賣賣 不夠三百個單位 還要劃 要跟人家的居民對抗 才找到所有的位置出來 你怎樣去做強制隔離 是啊 如果你要做家居隔離 是很辛苦去做的 因為你是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的 你想想香港現在已經這麼辛苦 我們每一個前線的員工 加上公務員 其實已經疲於奔命 她要加了這麼多的隔離 加了強制家居隔離 加加賣賣 你說要多少人力物力去做 為什麼我們要承受這麼多不穩定的因素 不乾脆去做 以及最令我不滿的 剛才陳淑莊議員都講了 袁國勇教授 和所有的專家 是個幾禮拜之前 再早過袁國勇 都有其他的教授講 是應該要隔離 是要停止國內來的人 他一錯再錯 然後去到這一局 都還要 要攬著所有香港人去倒一局 這個完全不負責任 我們醫院已經爆布 隔離病房爆布 隔離營爆布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沒有任何一個能力 去再裝載任何的風險 但是他就選這個這麼關鍵的時候 死了人 爆了一局 然後再攬著全香港人去 我們再多倒一局大小 第一 我駁他這兩天不會很多人來 跟著再拼 沒有什麼人會來的 對不起 這個是絕對不負責任的行為 香港跟著下去 就是行 林鄭一路貫徹始終她做了這麼久特首 第一件事就是攬炒 將疫情都要攬炒 要香港人全部跟著一起攬炒 但是很可惜 以前的攬炒 未必有死亡 今次的攬炒 我們見到有人死了 我們究竟 要多死幾多個人 要幾多個人是受到深切治療 要幾多個香港人要陪葬 要幾多個病人要受感染 幾多個地區是已經變了疫區 林鄭先去收手 我請她收手 請她一定要全面去封關 否則的話 我們是沒有法子 沒有能力 是再承受多次的創傷的 講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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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 是 剛才我記者會 大家看到林鄭是 死不封關 死不認錯 她很明顯是為自己的 政治生命在爭執中 這個政治生命 political survival 不是我說的 是劉兆佳說的 就說她因為處理過去 超過半年香港抗爭 那種完全失控失誤的情況 北京對她是有保留的 所以她現在是提提提提 因為她已經向北京 拿到批准 說我們不要再有自由行的簽證等等 林鄭如果妳以自己的政治生命 作為賭注 跟香港人七八萬人的生命安全來交換 這個妳真是 妳是一個很大的歷史罪人 而第二 她肯定是一個 已經成精的大話精來的 真是精到不得了 她一開口說 以預防為目標的 我們的抗疫的手段 但怎樣預防法呢 昨天第一已經有死亡個案 第二擺到明已經是社區爆發的了 妳現在做到這樣的情況 妳就說我們兩天後就會有強制檢疫 那為什麼又要等多兩天 因為有那些法律的框架 如果妳真正有預防的心態 這兩天是怎麼來的 根本今天一出來宣佈 就已經擺在桌面了 因為妳都說不到 什麼家居隔離 估計 以萬計的香港人回來 妳說要強制她 那我家人怎樣 我回到來 我自己躲在廁所不出來 我家人怎樣 她是說不到的 那更加是 她另一個謊言 就是說大家不要擔心在機場 很多大陸人其實就是 由其他的城市 並非中國大陸抵港的 那她繞個圈 妳覺得是沒有問題的嗎 剛剛由 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這樣來 機場絕對有大陸人 是完全如入無人之境 在機場話日 過就過了 這個是三天前的事 我最後一點就是想 忠告的林鄭月娥 你開這些記招 我請妳起碼 妳都扮一個神式的形狀少少 現在不是叫妳拍戲 她現在說我們怎樣控制疫情 她說要隨時勢發展 真的有情節嗎 妳猜 妳如果有心預防 妳已經預防到的了 她那種不時在那裡笑笑口 嘻嘻嘻 都非常輕挑 有什麼是這麼輕鬆 有什麼是這麼好笑 是要妳嘻嘻笑的呢 還在那裡說什麼無謂的說話 在那裡說 那些戴口罩的高官呢 他們unwell 屈人家unwell 屈人家不舒服 我們現在是不是集體不舒服給妳看 這是廢話來的 給碧環說先 不主動 不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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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林鄭的記者會 讓我們再一次見到她的一種 推卸責任的態度 因為她說她自己過去 做了這麼多階段性的措施出來 都是根據著專家的意見來做的 而同時就是根據著專家 對她提供對這個病菌的認識 而進行這些所有的階段性的行動出來 那她呢 就一推卸了專家的責任 就不是為她自己的後知後覺 還有對這件事情 就是用一些語言藝術去解決問題 來承擔責任的 大家知道我們一直以來 很早之前 也有很多專家和我們民間 以及我們議員 都要她 是以封關 來斷絕這個大陸的人 來香港 而散播這個病菌 但她竟然間一以滑行 不聽我們說 她今時今日 她正是這麼惡化的時候 她都賴了專家 那我都是絕對是不公道的事來的 而況且 今天她說到一個這樣的 進行過關事的檢疫措施 我想跟大家講講 昨晚我們在政府的網頁見到 是公布了24個市民 是接受家居的檢疫措施 但是呢 幾年間 昨晚是2月4日 盡量有2月4日 已經有人完成了檢疫措施的控制時間 其中ино有些人 是續續續續慢的 還有些人續續續續續自有二月5日 一直續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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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市民會完成到檢疫的工作 但是 那些昨晚才知道 昨晚才我問過etry fund trustee 昨晚才我問過房屋處知否 房屋處知道 他說他不知道 問到房屋處の控制空��地uely 其實是完全沒人知道 有市民在家居進行檢疫工作 這樣的話 是很有可怕的 為甚麼? 因為市民的出入會不會令大堂、電梯有細菌的散播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今天跟管理公司談就是要儘快即時去做消毒的工作 但是可能已經是時之夜晚了 為什麼先說了 已經是太遲了 有些已經完成隔離所謂檢疫的工作 正正反映了未來對這個關口進入香港的 無論是港人還是非港人也好 要14天的檢疫 究竟措施怎麼樣呢 是大家不知道的 會公佈給所有市民知道 而進行屋邨的消毒工作呢 大家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法也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現在你說的一輩子只要是未來兩天才告訴我們 但是這個時間呢 是只會引致到人心惶惶的 是令到大家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記者會呢 是不是帶來給我們安心 不是說他的政策呢 是說他進一步是防止那個病情惡化 但是反過來我想我們市民那種心態呢 是更加惶惶不安的 而同時大家知道呢 今天他完全是沒有去跟我們再進一步講那個口罩的問題 有幾隻朋友問他 究竟懲教署的口罩在哪裡呢 他完全是秘而不達 這是絕對不負責的做法 他說這個醫管局也都沒有拿到這個程教署的口罩 那程教署的口罩去哪裏呢 在我們民間就不斷見到 就是有些政團呢 有些民間組織呢 就好像拿了程教署的口罩出去派給人家 那是不是真呢 政府是沒有澄清的 這個令到我們覺得就是 究竟現在政府是在那裏做什麽的把戲 究竟是做什麽的政治手段呢 真是他一定要跟我們交代 而還有就是 現在我們市民大眾不單止是搶口罩 是搶廁紙 搶食米 搶食糧 搶所有其他消毒的用品 包括了消毒液等等 那究竟政府是不是完全是 眼睛瞎了 眼睛瞎了 是不知道這事情發生了呢 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麽是某一個清晰 跟市民交代一下 這些問題是怎麽樣去處理呢 去壓止那種恐慌呢 因為特區政府必須有責任做這件事 好像現在它怎麽樣 由得這個社會那種恐慌繼續存在 而令到某些團體 就好像做大慈善家 不斷去派發 那樣做法 那變成一個什麽社會呢 所以我這裏最後一句說話說 就是 到底政府 麻煩你做些實事 是希望解救了現在市民的恐慌 好 麻煩你 好 麻煩你 好 我和胡志偉會講一講民主黨對現在那個疫情 和林鄭的記者會的回應 首先就是民主黨和市民一直很大的期望 就是要求政府全面封關 但是林鄭月娥呢 死人都不肯封關 她現在一直在說 做事就好像擠牙膏那樣 雖然她不認 但事實上就是這樣 是逐個逐個關口 一個兩個這樣來逐個逐個來生 所以其實呢 她這些的猶疑不決 和不能夠果斷做事 絕對是令到現在的情況 是變成一個人禍 因為政府自己都說了 疫情是有惡化的趨勢 在香港的確診個案 已經達到21宗 並且是有本地感染的個案 並且是有死人 但是走到這一步 林鄭都還不肯全面封關 其實她如果早點回應民意 今天是不會發生 這個世界夢號郵輪事件的 現在這個郵輪上面 是有三千六百人 一半員工一半乘客 乘客裏面有一千八百人裏面 有一千六百在香港人 我剛才和九龍城區議會 和觀塘區議會一些議員 民主派議員去了郵輪碼頭 是看過那個情況的 現在我們知道 船員裏面有三十個說 是不舒服 有三個發燒 三個發燒都是送去醫院 其他船裏面的人是怎樣 我們還有這麼多香港人在 我們是希望他們可以安全歸家 但是問題是 這些乘客 這些香港人 和外籍的人士 他們究竟有沒有感染到 這個武漢肺炎的病毒 現在他們都不知道 回家也不是 不回家也不是 所以現在那個情況 我們很希望 如果情況是船上適宜的話 我們希望他們都在沿船做隔離 問題就是 如果林鄭早些聽我們說 封了這個郵輪碼頭 根本就不會出現這件事故 現在就有三千六百多人 現在就在船上 後面是不能下來了 所以這個問題 這些都是林鄭 害人 害物 搞出來的結果 其實我們當有人質疑 她為什麼不封郵輪的時候 她就說 郵輪那邊那個 不是口岸來的 不是正常出入境的口岸來的 是有郵輪拍馬頭的時候 才會做出入境的程序 當時她是這樣說的 現在就糟糕了 那你就累了人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情況 是林鄭造成 我想說就是 現在關於隔離 政府就說她會修改 做一個附屬法例的修訂 接下來星期六 就會勒令所有 由內地進入香港的人 無論是香港人 內地人 或者外籍人士 都是強制進行十四天隔離 不過她在這裡是沒有詳情的 怎樣隔離 在哪裏隔離 哪裏是做隔離營 還是在家裏隔離 是沒有這些細節的 如果她又不去諮詢區議會 隨便 誰知冰冰找這些地方出來隔離 也有可能在社區裏面 出現很大的爭議和矛盾 但是即使你進行隔離 其實這個距離我們說的 全面封關的要求 是兩碼子事 因為即使你說隔離 林鄭就說 我用強制隔離 我想就沒有什麼人會來 其實這個是靠客 你以為靠客 你如果來香港 我就強制你隔離的話 你以為就會沒有人來嗎 其實是不會的 如果有人在內地 他自己是感染了 他進不了醫院 得不到他要的治療 他是怎樣都會坐飛機來 怎樣都會經港朱澳大橋來 來到之後你就隔離我 你隔離我的時候 如果我發燒 我有事你就要醫我 所以這個 所謂強制隔離 是做不到一個 我們全面倒截 防止有可能感染病毒的人士 進入香港 增加本地醫療負擔 這個效果 所以他亦都是這樣搞法 是拖泥帶水 做些事情 是會沒有辦法完全保護到香港 所以亦都會 因為這條法例 星期六才正式實施 這樣的話 接下來我們還有兩天多 這兩天多裡面 就有可能出現一個衝關 湧來香港的情況 我不知道政府打算 怎樣幫我們去倒截 這也是我們現在要處理的問題 還有不僅是海路出了問題 現在的郵輪 現在的郵輪 現在的郵輪出了東西 林鄭就說 好 啟德那裡 不准郵輪再走 海運大廈那裡的郵輪碼頭都close 你早幾天 早一個星期肯聽我們說 都不會發生這件事 好了 海路有漏洞 航空那裡還是一個更大的漏洞 因為航空那裡現在是沒有封關的 他說是減少那些航班 還有星期六之後你來的話 他強制夾你去14天的隔離 但仍然是可以來的 還有最糟糕的 他是沒有交代到 我昨天已經說了的一個流動 就是持中國護照的內地人 進入香港在機場那裡 他是過境transit 是不需要申請許可證 是可以在香港逗留7天的 那我不知道究竟現在政府說的 隔離 幫不幫忙這些過境的旅客 他們是不是都仍然是可以免許可證 是進入香港7天 那這些都是漏洞來的 我不知道林鄭政府是不是每一次做少少 每一次做少少 那麻煩他趕快一次過 和我們封了所有的關口 堵塞了所有的漏洞 好了 或者志偉講講 我們是收到一些的求助 是來自船上面 這個世界夢號的旅客的 其中一個就是講 他們因為沒有遇到自己在船上 那麽多天的 那有一些是在吃自己的藥物 是還有一天的藥 那怎樣呢 他們要在船上14天 那究竟他們家人可不可以 轉交藥物給他們呢 或者衛生署或者醫管局會安排 駐郵輪的醫生上去看看他們 需要配些什麽藥 那我相信除了藥物之外 大家都還有很多關注 在船上面 我們民主黨很關心 在船上面那三千多人 裏面也都有很多是香港的旅客來的 那志偉講講我們有些什麽安排 我想我補充兩點 第一個就是 關於全面封關 而配合這個的就是強制隔離 本來就是針對整個關口的安排 就是你全面封關 就要阻止其他國籍的人士來到香港 而你透過這個強制的隔離 就是會減低了香港人往還兩地的醫療 但是現在林鄭的做法 就只是做了一個叫做強制隔離 結果呢 她仍然是無法阻折到內地的人 或者其他地方的人 是要利用香港的關口進入香港 去施予額外的壓力給香港的醫療系統 這個正好就是全面封關 但為什麽會成為這個醫療人員的最大訴求呢 就是因為醫療系統根本是承擔不了 是一個全世界全中國的醫療需要 而是要面對這一種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仍然都是要以一個全面封關去處理 不可以是用這個所謂的是強制隔離 是作為一個止喊的手段 因為這個是不足夠的 第二個就是 強制隔離都面對一個是 有什麽地方去做隔離的中心的安排呢 那在今日的會上 有記者問到就是 政府會不會是去精用這個滴蛇樂園 那幾間酒店 和旁邊的空地 是去作為這個隔離中心 但是他似乎都沒有這樣的想法 正如郭嘉倫先生都說了就是 如果按照現有的 即是找到的隔離中心的話 其實規模是非常之小的 是完全不能夠應付到的需要的 因此就是 即是 特區政府在處理有關的隔離安排的時間 其實就 口哄哄 但實質上是不能夠令到香港市民安心的 到最後就是 在世界夢號上面被隔離的香港人 我們相信要面對的支援是非常之多的 正如剛才阿碧雲有說到 有些旅客已經說了 他根本就沒有預計在郵輪上面 要到這麼多天 因此他可能一些其他的支援的需要 都會存在的 但是 現在衛生署的做法 似乎只是確認他們不可以下船 但是中間的支援的工作是怎樣做 究竟是怎樣能夠為 是船上被隔離的香港人好 以及船上的工作人員 去提供足夠的設備和支援 令到他們可以在船上隔離的安排 都是符合到應該有的一個條件 那這個我自己覺得 特區政府也有責任是要儘快交代的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能夠掌握 船上的資訊比較少 所以民主黨已經提供了一個支援熱線 那就是這兩個號碼 52919088和98707376 如果在世界夢號上面的一些旅客 或者是船員 他真的要面對一些支援需要的話 都會跟我們聯絡 讓我們可以集中處理 是跟這個衛生署作出一個 就是統籌的工作 因為我覺得特區政府有責任 是要將這三千多人的隔離工作做得妥善 如果不是的話 只會成為另一種的人道災難 我們要站起來 我們要站起來 站起來 站起來 OK 阿土有幾句話 我便很想知道政府 仍然不肯全面封關 在一個深入的情況 我就有機會和一些政府高層 在WhatsApp 就跟電話聊聊一下 究竟有什麼人需要來 還有為什麼 他們在現在 香港或者是全球生死後關的情況下 都需要來呢 我不講他們的名字 或者他們的名字 但是呢 我到現在還沒被說服的 當然有一些我都覺得是需要處理一下的 或者我講講有幾個category 第一 這位官員就帶我 他說如果你真的全面封關 那就是中聯辦主任 如果回到內地 或者想北京述職 都不能夠再回來了 OK 我會這樣看 第一 如果這類的所謂政府官員 你說到中聯辦主任這麼誇張 其實是一個很少的數目 當然 今天我又很有趣 如果聽到隔離十四天 那今天主任又要隔離十四天呢 我不知道 應該要 應該是 應該是 但是 意思就是說 其實呢 意味著 其實是 可以實踐的 那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一些特別的國家機構的僱員 你給他下來 那數目是不是多的 第二類呢 就 他說人道理由 什麼呢 是不是送中呢 真是臨死 看了一面呢 那我說如果真是這麼極端 我覺得 可能呢 香港人都會覺得 有多少人送中呢 大吉利是 就是幾個而已 是吧 二十個五十個都沒有 是吧 那真是呢 去看完 那就走 那就行了 是吧 那第三類呢 就是 那幾萬個單親家庭 就是說要照顧香港人 那些小孩 那些內地的媽媽 那樣 那現在解決了 因為已經 是有幾個月呢 再可以讓他留下來 是不是 那之後呢 這個對話呢 就沒有辦法下去了 因為呢 他沒有辦法再舉到例子 就是我不知道啊 那我就反而我舉到例子 那我說 那physically 不如做生意 你可以網上簽合約 有效啦 是不是 那還有現在 唉 大家做什麼生意 還有什麼生意可以做啊 是不是呢 就是真的要啦 那就網上簽了 就是我作為律師 可以告訴你 而全部可以的 那 那 我反而我說 你來香港結婚 那 那一定要在那個註冊官面前 是吧 那但是有幾多個 要結婚呢 如果 遲些結婚 那行不行呢 是吧 就是我最後呢 我沒有辦法能夠想到一些 是 就是能夠說服我 而內地人要來的 那當然他現在今天的措施就說 隔離14天 那樣 那大家來試我 我沒有什麼需要都不來啦 隔離14天 那樣 但是你要真隔離 那樣 但是 以此同時呢 就是你 就是正如碧雲所講的 你就是剩下那些必須要來的人 就是有病的人 就是有病的那些 或者懷疑自己有病的那些 那就死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如果 我們想不到 是 在這個情況 從香港的角度 從內地的角度 從香港的角度 就必須要有些內地人要來 而是我們覺得這個是 對香港有利益 還有這個 雞毛鴨魚的時間 都是 應該歡迎他來的 如果我們真的想不到 也沒有什麼人需要這樣做 那樣的話呢 我只能夠 正如前幾天 我一封公開信給國家的領導人 我就希望 他直接指示林鄭月娥 就是封關 就是 否則的話 如果中國領導人 是希望保住香港 作為所謂網傳的十一個 重要的城市 尤其是 香港是中國的唯一的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其實這個已經太遲了 已經 因為呢 其他的地方 已經對香港封關了 越來越多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可能 如果你早一點做 可能香港 其他地方 就不會封香港那麼多 但是現在已經去到 可能 這幾個月 你再想做國際金融中心 都可能做不到 但是呢 做得多少多少 所以希望領導人能夠 緊急想一想 如果是你給了自主權給林鄭的呢 那你要指示她 因為她真的 不能夠做到 保存香港作為 重要國家的城市 和國際金融中心 這個策略 如果你是 中央的領導人 決定是一定要不封的話 那這個就變成了 香港人和中央的對立 而這個對立呢 是生死有關的對立 因為香港人呢 是要保命的 那我希望呢 領導人在這個角度裡面看 是不是有些人一定要來 來的呢 老實說 退一萬步 如果你說 有些人是真的要來的 坐軍車進來 我們都不知道 是不是 如果那些重點的人 我不知道 如果真的要香港部署核彈 和美國打過的 是不是 不可能 所以我們想不到 任何的理論 或者理由 哪些類型的人 是必須還要來 而去 困住14天 隔離 如果沒有的話 請封關 林鄭月娥呢 其實 無論是處理送中條例 還是今次抗疫的戰爭 都是 她做的事情都是 too late to too late 做又做不足 做又做得遲 我們呢 是繼續要求林鄭月娥 是全面 封閉關口 我希望呢 各位市民呢 不要以為 現在所謂 用的 14天 在內地離港 14天 就要隔離這個措施呢 就是一個變相封關 有人說 有人說 都收到異曲同工之效 有 這個是一個假設 一個深信 就是說 這個14天的隔離 是有一個阻嚇的作用 會令到那些人 哇 來了要讓你找14天 不如不來啦 這樣 但是我們剛才 很多議員都說過了 就是 有人是專程要來香港醫治的 我當一般人都不來 只有一兩萬人來 你那個阻嚇作用 你那個 要面對的情況 都是 很嚴重的 所以 不全面封閉 只是用這個 14天的隔離 去處理所有大陸來港人士呢 這個是以有捱 去逐無捱 是會吸引更多 願意被隔離的內地人 是趁著這個時間來香港 到時候 香港究竟要多少的隔離設施 會產生多少的社區衝突矛盾 這個是不敢想像 到時候 我們的警察就要在隔離營 那裡去維持秩序 去處理 港人和隔離營裡的矛盾 有甚至隔離營裡的人 有可能要逃走 的情況 今天林鄭月娥這個記者會的訊息 內地人收到什麼呢 內地人收到的訊息就是 你們放心 你們用自己的方法來吧 來得到 我就會幫你驗 驗得到 就會幫你治 就是這麼簡單的 如果有幾萬人是 認為 那是值得一搏 那就來吧 那幾萬個內地人來自願隔離 就是 它立即舉手進來 那你怎樣去處理它呢 你現在有沒有地方去處理它呢 還有 還有 我特別要提出的就是 現在如果內地來港 就是立即隔離 星期六 譬如你在 這個 港珠澳、深圳灣 其實馬上就來隔離了 但是 如果飛機來是怎樣呢 我是提出這個是一個過冷河的問題 就是如果 一個內地人 他去了另一個地方 由那個地方來香港 你能不能夠掌握到他 之前去 之前幾多日在內地 然後來香港呢 過去 我要求政府是所有來港的航班都做健康申報 但是政府就說 只是要內地來港的航班 才做健康申報 我就說 就算是武漢人 十四日環遊世界都可以了 是不是 現在 現在他連這個 還有呢 到落實執行的時候 都很大問題 現在只是說 探熱 填那些健康申報表 都是錯漏白出 而 如果現在 是一些 持內地護照 之前在大陸 去了外國 立即再坐飛機來香港的人 那 你是怎樣能夠去執法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呢 歸恩究底 要處理 香港的疫情 還有要對 令到國際社會對香港 繼續有信心呢 是要全面封關的 如果林鄭月娥的措施 是早些落實呢 台灣今天又限制了香港 香港人去台灣都要14天 未來這幾天 如果大家 仍然看到很多大陸人 湧來香港 根本這個政策失敗 其他會更多更多的外國城市 是會封香港的關 林鄭月娥出來一次說話 市民的心就亂一次 因為她 總是做些不做些 當我們全城都 期望她是要封關的時候 她又出來 說一件事叫做 14天的強制檢疫 那什麼叫強制檢疫呢 她又不解釋 那跟著就 記者朋友問她 她就走了去 又說遲些 我不知道她遲多少 即是明天 還是到措施執行 之前 不知多少個小時她才說 但是這個強制檢疫 我們一般就 理解為隔離 那怎樣隔離法呢 如果從數字上 我們昨天有 只是在深圳灣 內地入境的 人數是 兩千七百七十一日 我就算當她 突然間跌了九成 都有二百七十幾人 我們現在的隔離措施呢 總共都是只有九十幾個單位 如果加起來 突然間把它變成三四百個單位 我們兩天就滿了 那當然 本地香港的居民 更加不可能進去這些隔離中心 那家居隔離 什麼叫家居隔離呢 是不是要帶個電子手環呢 還是怎樣去安排呢 我們全部都不知道 那她就走了 那你說 現在我們很多會受影響的 跨境的一些人流 包括了工作的 包括了照顧家庭的 她怎樣打算呢 那如果她真的不知道 你那十四日 你如果那十四日是家居的 又不需要電子手環的 她又可以自由生活的 那可能她都想著 還安排到一些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她可能就不動 不動的時候 那她可能沒有了份工 或者她沒有辦法照顧到她的家 那怎樣呢 打電話去社署熱線 2343 2255 這個就是答案 那如果我是一個持商情證的 單親的家長 照顧在香港的一個小孩 你叫她怎樣安排呢 她的Visa快要過期 在不同的地方申請這些商情證 那個時間亦都不同 她現在打電話去社署幫到她嗎 如果她有份工 在香港 她是香港居民 她在深圳居住 好了 你這樣說要強制隔離 那她沒有份工 那她怎樣呢 怎樣生活下去 你又叫她打電話去社署 她住就是住在深圳 這些東西粗疏到這樣 完全不搞清楚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這個這樣的疫情 不是一朝兩天可以完結 如果根據梁卓偉的說法 我們的疫情高峰期是五月 那就是說我們接下來的幾個月 還有一段時間 這個這樣的安排 這個這樣的措施 我們可以熬到多久 我們現在外面已經在搶物資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謠言 為什麼市民會有這麼恐慌呢 就是因為這個政府 她完全不作為 或者她作為的時候是不可信 是沒有一個可信的資訊中心 沒有一個權威可以告訴我們 這樣做是對的 這樣的信息是正確的 林鄭完全失去了這些權威 所以她又不解釋清楚 那就走了去 究竟會出現多少的漏洞 受到這些政策影響的人 她怎樣在這兩天內去安排她的 無論工作上或者生活上的細節 是怎樣做呢 現在是完全不知道 是一個大混亂 而外面呢 就多多信息就說 可能裡面的生產線又受到影響了 我們的物資又短缺了 這樣 而口罩又的確是短缺 好多物資又的確是開始短缺 那你叫市民怎樣做呢 而且實際上口罩的短缺 已經影響了好多弱勢社群 好多的工作 無論是清潔的工作 或者是好多院舍的工作 已經受到影響 再這樣下去呢 真是會亂 我真的覺得這個政府已經是 不但無能 她是每出來一次 就搞亂我們的社會一次 謝謝 我不想阻礙太多時間 我只是說一點而已 因為其他一些 即是大家去批評林鄭那些 我自己戴著口罩都已經 批評到大家都口臭的了 所以呢我只是說一樣 我上次都有要求過 我覺得政府一定要盡快提供的 不可以只是告訴我們 譬如昨天 有總數 9500多個內地的人士入境 我們要求知道的 就是他們究竟用什麼身份 什麼簽證 什麼簽註入境 有幾多 像剛才大家提到的 7日免簽的等等 你沒有可能是沒有那個數的 很簡單數一數的 這個入境處一定是有的 所以這個一定要盡快 在他們的公開資料那裡提供給我們 那我們才知道那個問題 實際是在哪裡 就不只是跟我們說 這些人是來什麼照顧 什麼探親 還是商務 什麼 今時今日這個時間 大家都已經很大的懷疑 不只是因為這些原因 你給我們看 究竟用什麼的簽註入來呢 這個是一個我們很重要的了解 這個情況的一個資料 政府一定要由明天開始 甚至不是 由今天 今天的數據 明天提供給我們 一定要提供這個分類 其實我想補充 Charles剛才分類的概念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留意一下 以2月4日為例 還有9511位內地訪客來到香港 我撇除機場那班 就這樣深圳灣加廣珠澳 其實已經是超過3千個內地人士來香港的了 重點是什麼呢 3千人裡面 已經1月28日停了個人簽註 2月2日停了一週一行 那我們就要問 還有3千人 那這些是什麼人呢 因為這個才是林鄭 現在 她說 拿著最後 不完全封關的道理 就說因為我還有一個密切需要 我還有一個 其他的 重要的原因 那如果沒有剛才莫乃光所提倡的 你不將她Break down 去說服香港人的話 這個就只會塗添大家的憂慮 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配合回 其實現在急証室是引入了一個叫 CMS的系統 就是去給 急証室裡面的工作人員去看回 一個人士過去30天的出境紀錄的 問題就來了 這個只是針對香港人而已 但是如果一個內地人 就是剛才 那九千幾個以昨天為例 九千幾個內地訪客 他入了急証室 這是查不到的 如果 鐵鎚那些 港珠澳和深圳灣 都有六千幾人在機場來的 我當那六千幾人裡面 有部分在外國來的內地訪客 但是正如剛才議員說 他有多少是兜完在外面走的旅行 而實際上他其實可能是武漢呢 這些我們掌握不了的話 其實依然是不能夠解決問題的 所以歸根究底 只有全面封關 才能夠根治的問題 OK 我很快補充一點 其實就是 關於這個所謂 香港人如果回到大陸再回來 可能就要進行家居隔離 當然他沒有說過怎樣家居隔離 但是你想想 香港有多少人住劏房 或者居住在一個狹窄的家裡 如果你說他家居隔離 那是不是全家人都要隔離呢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他的家人都可以離開家 那又如何制止到 剛才所說的一個社區爆發呢 所以其實他今天 林鄭月提出來的問題 只會產生更加大的問題 所以這麼多位香港人 我們都繼續要爭取 我們真正說的真是封關 謝謝 請一提集人 謝謝 無話可不可以 大家都 找到這麼大了 有沒有問題 這位朋友 我想問 現在看到 有一位大軍 被鄧總馬來 但他都有一枝硬膏 是誰 如果他真是有同學 他支持和他不公關的話 我想問下 你們有沒有支持他 還有沒有擺放在以前的裏面 另外就是這個盤子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見到現在很多人 見到口罩都去排舉 跟早上有8000多人 是96人排舉 是擺放口罩 你們可否政府 可以提供一些 保障給這些排舉的人 可以有些安全感 我想講了口罩 因為口罩是一個最好的指示 或者是一個顯示 我們政府是廢到什麼地步 而也都有一個特別的顯示 你如果記得 昨天林鄭出來打咪的時候 她說一件很特殊的事 如果以林鄭平時這麼囂張拔虎的態度 她很少會承認她在這個世界上 去搜購這個口罩 是不成功的 你記得她昨天有這樣去交代 所以這個可以說是幾罕有 以她的性格來講 所以在政府連她都 其實她不算說用了很多筆墨 但是輕輕帶過 市民都不可能會覺得 長期會有一個穩定的口罩供應 所以市民去找他們的口罩 我們明白 其實這個解鈴還需是靈人 這個市民的恐慌也是連帶性的 你不封關 我們要自保 我們自保 就要所有真的專家 一早叫我們買東西 我們要準備好了 而最先的一定是口罩 所以你一天說不到一個穩定的供應 你也都說不到 它在哪裡可以搜羅得到的話 市民只可以是靠自己的 你說有些什麼逼政府 政府現在都無恥到 還要侮辱醫護 還要侮辱他們 醫護已經盡了他們的努力 而最廢的是政府 人家專家一早建議他做的事情 他就遲10天才做 有效都變成無效了 而且那場病 那個疫情 你一早應該防 現在我們變了抗 那我們還怎樣做呢 而且都去到所謂的關鍵 現在是來到社區 他自己人全人社區裏面爆發 就叫做14天關鍵了 不是的 應該是一早 連入口都不應該 所以現在雖然是遲 但是現在我們反而更擔心 就是我們的同事所說的 就是說 現在來到的人可能別有用心了 或者他很專心一意 在香港被隔離 接著有什麼事的話 就直接可以送去醫院診治 這個反而就不是一個健康的狀況 我們也都見到政府 很多政策上面都是不協調 也都做得很論盡 你想一下 現在我們不是第一次 有這麼大場的戰役 大家的一個壓力 沙士那時試過 為什麼我們聽到 剛才阿鍾說 比如說那些大廈根本都不知道 房署不知道 甚至是相關的一些私家診所都要看電視才知道 那衛生署究竟有沒有去了解過呢 有沒有去通傳呢 那怎樣去確保一些緊密接觸者 是已經可以即時獲得信息 也都可以盡快被找到呢 就是等等的填表那裡有一頂頂這樣 填得多少又不知道錯填的又不理 那怎樣跟蹤怎樣追蹤到那些人呢 所以我們那個譴責當然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但是政府如果硬了起心腸 也都是不理香港人的死活的話呢 我們都只能夠自救的 稍後我相信香港人一定會跟她算帳的 你叫她看放長雙眼等下吧 林鄭月娥 有理由相信我們所有的民主派議員 都肯定說要彈劾林鄭的話是非常支持的 但是要做這一類的動議 首先有個過程 還有我們的大會 現在排期排到都不知天日的了 還有最後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民主派在議會仍然是少數派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 我問一下 剛才有提到現在那個大陸 其實是近乎爆滿 還有在民主派議會引起一些東西不滿 所以政府有事會不會是家居的大可行呢 但是家居那個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會默了 可能爆發風險又會大了 其實你覺得隔離營還是家居隔離的傷害是比隔離不上呢 還有就是想問一下如果真是家居隔離的話 那病人在這14天期間病發呢 那個通報的方法應該是怎樣呢 當然我的理解是兩樣東西 首先是講隔離營 當然我的理解就是政府已經在本身 現有的隔離營的一些平地上面 會有一些組合屋的 那些也都會陸續投入服務的 而另外我覺得大家都明白到 政府第一樣東西就做得諮詢差 信息也都絕對不透明 決定了用才通知周邊的街坊 而這個為什麼令到街坊呢 是這麼不安和這麼不高興 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向外公告 一些他們現在可能的選子 甚至一些條件 例如至少要遠離民居 多少米以外等等 或者周邊不會說有一些兒童的設施 老人的設施等等這些這樣的安排的 應該講一些範疇或者一些條件 起碼可以安到市民的心 而另外家居隔離 我之前也曾經跟一些公務員了解過 或者官員了解過 他們現在暫時的安排 或者政府都有解釋過 又會上門 跟著 家居剛才有些同事提過 包括如果他本身是家人的那些 我想他們需要隔離的那些 本身就要有一個分類 如果將他放回他家裡 而家裡有家人的話 那家人不代表隔離 你代表散播而已 所以除非家裡是幾千尺 可以隔很遠 那就另計 但如果不是那一班 如果本身有家人同住的話 就很可能真的需要去隔離營的 但如果是獨住的話 就可能可以放回他自己住的地方 但是政府現在都開始 就是是不是要公佈回呢 跟著如果是帶那個手額的話 政府應該公開講清楚 那個手額是會得到些什麼資料的 之前他都好像曾經有交代過 也都是講的刑罰 讓他們知道 如果他們不守的話 就會出現了什麼狀況 我的理解是 如果他自己不舒服 當然有熱線電話 但如果不是的話 也都每天會有醫護隊 包括有護士醫生 是會上門去瞭解 他們的膳食 也都是會有相關的人士去照顧的 但是這個 當然大家要記住 這個home quarantine 或者家居隔離 不是一些已經有病徵的人 但是如果是一些有需要隔離的人士 在那裡留14天 而是被照顧了的話 也都有相關的監察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當然是手提電話聯絡等等 這些他們曾經都提過了 但是始終 對整個的安排來說 我想幾明顯 都是歸根究底 我們要看回 就是因為林鄭月娥是沒有案 專家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情 你知道那個是山竹 你知道那個地方水浸 你不是由地上搬上一樓 然後下個星期告訴他們 不如搬上二樓 然後再搬上天台 這樣來避免的 是你當然是全部evacuate 因為如果不是 可以進來拯救你的人 都可能會沒有生命的危險 現在政府就是在做這些低能的事情 我請問一下 剛剛有些報告 究竟是哪些內地人 是香港的 那個配合的打工 是否是去為徒歸學生 剛才阿福哥提到 阿福哥提到 阿福哥提到 那些東西都不爛 如果立刻這個問題 如果中聯辦 中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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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可以接受的原因 我絕對不覺得 如果真是中聯辦的官員 需要出入 這就是一個原因 因為說真的 今時今日 中聯辦 其實 他在香港辦公 都是在他那間大廈裏 我希望是 如果是的話 其實老實實 跟他在內地任何一個點 那裏做事 是沒有分別的 我不覺得 今時今日 不論你說在香港 我們在家工作 還是在另外一個國家 或者地區裏面的一個地方 去工作 是有任何的不同 反正 他如果想要 什麼面對面的接觸的話 其實 說真的 現在都不適合這樣做 所以 其實是 無論他是什麼的權貴 他是中聯辦 還是什麼 都想不到 就算從他自己的角度來想 都想不到一個實際的 必須的理由 是需要 將就他們 你說 如果這個政策是特別為了權貴服務 這個 都是我們想透過這些數據 透過這些數據 來知道的一個原因 表面上去想 你坐巴士過來 難了的 少了的 煩了的 高鐵都難了 但是 飛機票 是不是再貴一些 甚至乎你要繞到外國才進來 又是不是再貴一些 所以 就變相那些是比較有錢的人 外面大家都懂得想 都是一個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呢 如果我們知道更加清楚 他是用哪一種的簽證 中國居民來進入香港的 我覺得這個 的確是可以令到我們了解 那個情況是更加多的 OK 謝謝 我再講多一句先 是嗎 剛才呢 其實我們 大家 新聞界朋友幫我們 是 講了民主黨這個 世界夢號的 被隔離港人的支援熱線之後呢 我們兩個熱線電話 都已經收到求助的了 都是關於 在船上旅客的藥物不夠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都是長期病患者來的 我們收到他們的子女聯絡 就說他們的父母在郵輪上面 是需要吃降血壓藥的 就是血壓高的病人來的 但是他們帶上船的藥物呢 是不足以再等多14天的 所以我們就 我剛才也是聯絡市委局局長 還有呢 是要求他們盡快 聯絡船上面 有需要的 乘客 為他們補充足夠的藥物 因為我們不知道 他那個檢疫 是要停多久的 是否全部沿船 要做隔離呢 都不知道的 現在呢 很多他們的家人呢 都是非常關心 可不可以拿藥 是交上船呢 給他們的家人呢 還是衛生防護中心 是會協助 是找醫生 是幫他們補充 他們需要 在這14天裏面所需要的藥物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直線 現在收到的求助 有幾個都是關於這類的事情的 OK